炸了一會兒,有微煙,基本上焦了 我們再看看底部 一有微煙,就焦了 現在這個很完美 買這隻,太平洋鱈魚柳 這個十七個多是值得的 買兩包 這個要來炸,蒸也行 這個粟米斑化就用這個 買兩包,十七個多 好 一隻,買三塊 十塊 你做給我 真的好 你做六塊給我 沒收過錢 很糟糕 你要知道 糟糕 沒收到很糟糕 值得吃 很漂亮,剛剛送來 謝謝 我是乳豬,大家好 剛剛都見到我去買豆腐 十塊三塊 這些是硬豆腐 要來做這些煲仔菜就最好了 又見到我去維康買這些鱈魚 這隻是美國鱈魚柳 還有一隻是另一個國家 現在做特價十七個九 非常划算 上次我吃這個粟米斑塊 就用這些 它不是一塊塊的 它是一條長形的 它不是越南那些鱈魚 是肉質是很實際的 而且它的重量有三百克 美國太平洋 不需要去哪裡 今天就要來做這個 豆腐魚柳煲 豆腐魚柳煲 現在天氣開始涼了 要做一些簡單的煲仔菜 小黃人煲 我經常說是三眼仔 被人罵 今年第一次出動 就用這個小黃人煲 就做豆腐魚柳煲 很簡單 給一些乾蔥頭 最重要是有薑 辣椒 香料 有番茄的檸檬葉 很優勝 沒有就給一些芫茜 都沒有所謂 兩樣都可以 讓它香香 好味道 馬上做給大家看 太平洋雪魚柳 買回來都是清水解凍 一塊塊 兩塊而已 變 變 哇 眨眼就已經變好了 哇 是不是懶了很多呢 三磚豆腐 十元三塊 我們那裏買一下 硬豆腐 一開就九二十八 一開就十八 一開就十八 小小的 我都會不斷煎煎炸炸 這些乾蔥頭 切完了 芫茜 我剛才那一波切完了 回到檸檬葉 不要只芫茜 薑切片 辣椒切粒 我找了兩棵蔥出來 待會煎這個鍋底 讓它煎焦 我女兒問 喂 什麼味道 這個魚煲 我說又是這些 包魚汁 喂 可不可以要蝦醬 因為她昨天吃了蝦醬雞翼 好 今天就是蝦醬豆腐 魚柳煲 更加野味 美國雪魚解凍之後 我們就沖一沖乾淨 禮魚是比較好些 比那些黏魚 因為禮肉是實質一點 這些肉是一疏疏的 好 一旦乾水 一旦乾水 現在就用廚房紙 先把魚柳擦乾 又是等它乾 不用止意吃 再和大家說 這些十七個九的太平洋鱈魚 可以的 才可以一塊塊 因為我們待會就要 不斷煎煎炸炸 它自己散了 沒所謂 都可以的 吃過 很厚肉 和吃的鱈魚軟 是有少許分別的 我們就放在這裡 開始醃一魚柳 由於是鱈魚關係 我都要加少許胡椒粉 新鮮的魚就不要加 加少許胡椒粉 湯匙 鮑魚汁 這樣就可以拌勻 豆腐煲 其實用滑豆腐 用四個湯匙的油 半煎炸 我們不捨得加這麼多油 剛才說的三塊豆腐 其實你們不用這麼多 不過我們真的大吃 所以我們要吃三塊 為了保持乾身 放一殼大的沙粉 讓它乾身一點 現在先燒熱 其實炸豆腐 你想炸豆腐 其實要大火炸 慢慢放進去 沒有水分 倒進去 還是很簡單 不要夾 不要緊 不要緊 這些動作不要學 以前我在廟街玩的時候 很小時候 廟街很流行的 炸豆腐 那些蟹瓜炸豆腐 那些蟹瓜 用手去撿 嚇死我的 我現在想試 都不夠膽 是真的 隔著麻雀館 應該是三十幾年前 不要以為我在這裡吹 我真的 我以前的同學 我們這些小孩子 有哪兒去的 不是去廟街吃 煲仔飯 蠔餅 炒蜆 這些活動 現在就多芝多彩 現在炸大火 炸 不斷炸一下 其實就不是炸到脆脆的 我們這個目的就是 讓它封一封口 好 炸好再跟大家說 由於我們不是全部油炸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反的 可以裝一下 那邊的豆腐 看看行不行 OK的 小心點 剛剛還要走開 要遠一點 這樣 先煎一下 如果這些不行 就用筷子弄 很簡單 都是這樣 其實是封一封口 如果整鍋有 當然不用 沒問題 有時煮食 有很多人怕 是開油鍋的 但有些煮的菜 是必須的 不用怕 工多藝熟 你每次都不煮 你永遠都不懂 只不過 你用的方法 小心點 盡量避免 不要太油煙 就行了 就像我這種方法 其實不是多油的 你看到四個湯殼的油 油倒了 炸了一會兒 你會看到有微煙 基本上差不多焦了 我們再看看底部 看到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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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微煙就等於焦了 可以 現在這個很完美 現在這個很完美 那隻是九個九 不過都要 我想都有三十年 真的 不難的 永不和選型 已經是 服務了我這麼多年 我再跟大家說 再加些油 這些魚柳 你只要這樣放下去 不過加少許生粉 就會好些 加些生粉 是一樣的 沒所謂 因為一會兒 小鍋 就會有少許醬 它一會兒就有芡汁 不用再打芡 放下去 慢慢炸 要逐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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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黏住 慢慢做 小心點 是這麼多 不太多 好 這樣慢慢炸 很快 這時候 放幾粒乾蔥頭 炸一炸 薑片 也要炸一炸 好 再炸一炸 魚都很散 再炸一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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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茶匙糖 一茶匙蝦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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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可以了 因為剛才的魚有醃過的味道 好 一會兒就溶水就可以了 基本上炸到差不多 先熄火了 先把油油 加入 再加200ml的水 加入蝦醬、鰐汁、糖 現在就這樣倒去 這時候 一會兒就把火燒熱 先放炸 放炸蔥 先放炸 先放炸 一粒粒 很香的蝦醬味 因為豆腐和剛才有芡的關係 就會慢慢收 如果不夠水可以多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多加一瓶水 等它煮 一起泡就可以拿過來 不要太大力 讓它吸收蝦醬味 現在滾至魚頭 打開蓋 蔥也有蔥香味 蝦醬也有蝦醬味 放進來煮 要小心點 小心點 這個鍋仔 所以要三塊豆腐 因為鍋子大 魚不太健食 只有兩條 如果多人買多包 這樣 它已經有芡 所以不用再打芡 多棒 現在開大火 一會兒拿出去 現在一會兒拿出去 看看煮滾一點 來來來 蝦醬豆腐 魚柳煮出來了 哇 你看看這個 非常簡單 又實際 我三瓶豆腐 真的要10元 你們三瓶可能要15元 到處地方不同 我只是買美國鱈魚 在維康買的 17.9元 這樣就可以做到 蒜 薑 不要算 那些蔥頭 挺漂亮 這個鍋 很香 蝦醬 不用加太多 一瓶就夠了 不要太鹹 這個挺漂亮 我沒有收拾過 先給魚看看 魚是不錯的 又不是很誇張 很香 這些魚 是蔥頭 你看到 是漂亮的 魚 愉快 蝦醬 鱼 蝦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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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是這樣的 好 希望有機會試試 這道菜 雖然要煎一煎 炸一炸 但這樣就不爛 有時不要怕 有時做這些功夫 又要開鍋 氣炸鍋 但這些基本功的事情 要做 學習一下 你就會覺得 這些都是好玩的 一粒粒豆腐 全部起 吃下去 口感非常好 普通飯菜 有這些鍋子 尤其是現在開始凍了 簡單的鍋子 不用太誇張 過年過節做些好些 其實這些是上品 每個人都吃幾碗飯 你知道嗎 多棒 讓我先試一粒豆腐 很熱 咬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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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最重要是吃下去 感覺是好 吃東西就是這樣 不用裝飾 最重要是簡單單單幾幾里 這個蝦醬豆腐魚柳煲 多謝 大家好 我還有幾百條影片 包括了煮食 氣炸鍋 有好東西介紹 旅行 資訊 還有家務 大家多點來看一下 給我一個Like我 鼓勵一下我 和我分享給朋友 訂閱我 記得按我鐘仔 好多謝你們 多謝了 在我心 如何將開心 歡笑給所有人 我是父親 時時都會煮些好菜 令大眾開心 今天我但月能 令萬眾亦同行 簡單美美入處 無窮樂趣在你心